哈囉 到齊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我們的 超級普特包園的死以獸之旅啦 那上一次的話大家都說我水片好啦 也沒有水片嘛 也只是想要知道你命出來會是什麼東西嘛 你們都不會好奇嗎 那是一滴血浪的塔 裡面究竟住了什麼東西你都不會好奇喔 真的是莫名其妙 好啦 沒關係 那水吧 水就水嘛 那我們今天就繼續來看下去好不好 來 不是 現在已經沒辦法 而且上次有人跟我講說 什麼點關卡名稱就可以看到敵人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的IT版本就不能點了 我這邊一直狂點 有沒有聽到 我給你們聽 有沒有看到 我這邊一直狂點就是沒有辦法 一直狂點 這個跟你講 這就是IT版本就是 因為它是比較舊的版本 所以它沒辦法這樣子好不好 孩子 我都已經講 是不是沒在聽 是不是沒在聽 還叫我點關卡名稱 好啦 那不一定的話 我覺得合理判斷應該就是 沒有新敵人出現好不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接下來關卡囉 好不好 Los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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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pley Coverance 來看一下 好啦 如果有人真的去測試 看那個塔裡面出了什麼敵人的話 也可以跟哲平分享一下喔 這邊的話可能有點麻煩一點點喔 各時百千萬 十萬百萬 千萬 一千多萬的塔血量 那最麻煩的是 一大堆三人中喔 不過他們打的塔的血量好像 沒有說打得非常非常高 還好還好還好 應該可以靠我們的獅子直接填爆喔 開田 沒問題 熱血開田喔 來 然後再加一隻熊熊吧 這個我們現在已經變成那個 雙擊好兄弟了 交給他們兩個一起出發 好不好 雙擊好兄弟 一隻熊 一隻洗獸 完完全全沒有問題 這是雙擊好兄弟 來了 看一下碰塔會是什麼喔 那上一次那個好像應該也不是那個吧 就是我們不是有進到另外一個 那個無限劍制的那個關卡裡面 然後看到那個紅色山珠嗎 感覺好像裡面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也不知道那是什麼啦 因為哲平英文程度真的很差 改天應該找姚哥來幫我翻譯一下喔 好 這邊的話看起來都是小人喔 所以這個1000多萬滴血的塔裡面只有住小人 看來是only只有住小人而已喔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喔 只是你看我們現在 雖然熊熊一下18萬的傷害 但是也是要打超久的喔 好 那這樣也很好好不好 這關的話看起來沒什麼困難的 因為我們上一個章節阿 打的比較恐怖一點點 上一個章節打的都是我們那個 大款系列的東西 所以這關卡的話可能就是想要讓我們 這個章節可能就是想要讓我們先 輕輕鬆鬆一下吧 又比較不會那麼辛苦一點點 可是這個塔的血量是真的很多好不好 第一關一滴血的塔 第二關超多血的塔 會不會這關就是那個塔的血量 世界無敵多 越來越多這樣 也是有可能的對不對 塔的血量越來越多 派幾隻長情怒貓出來幫忙撞塔好了 感覺是沒有什麼新東西喔 好 熊熊跟食獸再來好不好 看起來應該就是只有小人好不好 一千多萬的塔裡面 住了一大堆可能住了一千多萬隻小人吧 對不對 這血量跟我差好幾倍欸 我這邊才個十百千萬 九萬多滴而已欸 然後他這邊有一千多萬 夭熊 好 兩隻熊熊 快樂揮擊 好 終於要打到 快沒血了喔 加油啊熊熊 好 再揮個兩下差不多 好 可以 那這關基本上就只有我們的小人喔 但是塔的血量超級無敵高 我覺得他這個章節會不會都在塔上面做 做一些文章呢 也有可能 再來第三關 Antzen Channels 來看一下齁 畫買幾咧 這邊的話 好像也是 各十百千萬 十萬 四五萬 喔 塔的血量恢復正常了喔 那敵人可能會開始恐怖了喔 目前來說 走過來的時候應該是可以 叫熊熊出來吧 我覺得目前來說 我覺得都先 我應該都會優先考慮叫熊熊欸 因為小熊熊的那個 威力比較大一點點喔 而且他其實也是範圍打 然後我們再叫十一獸 熊熊走路速度稍微比較 快那麼一咪咪 就是把我們熊熊當坦克來用 之前都是把十一獸當坦克來用 因為十一獸站在前面這樣 因為十一獸的那個KP系數好像比較 比較高 到底是KP系數比較高的角色 比較容易被KP 還是KP系數比較低的角色 比較容易被KP啊 我其實還是分不太清楚欸 KP系數比較低 應該是比較容易被打飛吧 因為比較低嘛 KP系數比較高的話 就是代表很高 所以比較難被打飛 是不是這樣子嗎 我不知道 我感覺是這樣子 感覺 好啦看一下 十五萬多D的卡裡面藏了什麼東西 應該不會太困難喔 應該是比較簡單的生物 OK 看起來這是蠻正常的欸 這是蠻正常的欸 沒有那種就是 雜七雜八怪的東西出現 唉唷 回歸正常了是吧 這就是我們正常的傳奇關卡 是吧 這邊就是我們的樹欄 我們的樹欄 直接被填死了 沒有問題 感謝大家 這邊的塔是更新的喔 因為我們剛剛熊熊一打 基本上是十八萬的傷害以上 所以這邊剩一滴 OK 再來我們下一關 很輕鬆欸 是ChristianHorosh 好不好 輕鬆的關卡 我最愛 好不好 好這關的話 各時百千萬 十萬 二十萬的這個 寫的塔 然後看起來也是 也是比較 還好的關卡喔 回歸正常了 回歸正常了 正常回調正常回調 然後我們待會的話 一樣先來熊熊一發 熊熊出擊 登場 回一下 掰 我覺得很奇怪捏 不可能捏 我覺得後面應該 他現在有多麼的正常 後面可能就多麼的恐怖 好不好 這就是我給IT版本的評語 這可能是我們的 暴風雨前的寧靜而已喔 好這就是我們的三隻鴨鴨關 三隻鴨鴨 這個好像大家也看過欸 就是三隻鴨鴨然後犬圈騎鴨鴨那個 那個第一棒 好沒問題 這邊也是一巴掌被我們熊熊拍死喔 太沒問題了 換蠟腸犬圈 掰掰 這也是完全沒問題喔各位 開起來 再見囉 看起來是沒問題的喔 來20萬滴血的傷害 我們待會熊熊打下去 18萬喔 那直接剩2萬 來來來來來 都是我們比較看過的喔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這個是IT版本欸 是不是點錯關卡了 來 回塔 這關看起來就是一直重複的 三鴨政策 然後再加一隻一隻這個 被打爛了 他20萬欸 他一掌的傷害有到20萬喔 我以為只有18萬而已 再來是Trimple Peaks好不好 怎麼可能這麼正常 25萬滴 對今天最不正常的大概就是那個了吧 一千多萬的血的塔啊 不然其他都太正常了真的 好怪喔 不可能啊 怎麼會這樣 不可能這麼正常啊 來這是我們的小敵人 這正常過的頭欸 這正常到會不會我們出這種 一般的貓都可以打得贏啊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正常到我覺得出一般的貓都打得贏 真的 真的欸 戰鬥貓直接砍爆欸 哇 怎麼了 回到正常環節了 我們在傳奇關卡也沒有看到 這麼好墮的小敵人欸 欸 真的欸 居然嗎 IT版本可以靠我們這些小貓打死 無法再出了 然後也沒有出什麼其他的 熊牛要過來回塔了 這章節是最正常的一個章節了吧 大家不要覺得這樣很正常喔 因為我們的這個強貓這些的話 我們都只有10等欸 好像還是還好啊 好像還是還好啊 但是確實 有不一樣的地方了 但是 這些小敵人也太好做了吧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 臉哥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熊熊是不是可以一掌拍爆臉哥啊 所以這邊是仿 仿世界偏月球 對不對 臉哥你OK嗎 熊熊拍三下 兩下就死了 他剛剛拍兩下對不對 還是拍三下啊 如果拍三下的話大概 臉哥有六十多萬的血 應該是沒問題的 應該是沒問題的 可以欸 不是我覺得真的是太輕鬆了 來再繼續 應該可以再打個兩關 太簡單了 不可能 各十百千萬十萬 吸收護田環節 來來來來 不然我們今天來決定 誰才是真正的勝者好了 好不好 我們今天用熊熊來打 雖然我覺得我們自己的角色 應該是比較厲害一點點 好不好 來到底誰才是真正的 IT版王者 是熊熊還是死以獸 兩隻決定要決戰一波了 死以獸這邊還帶了人 繞人來 他表示 你之前的大力競章掌 直接讓哲平現在 每一次第一次 好啦 熊熊贏了 熊熊贏啦 HAPPY HAPPY 直接 熊熊篡位 死以獸基本上 比較 比較坦一點點 所以我們真的 熊熊還是一個 輸出高手 然後死以獸就是一個 坦克的存戰 但是也是可以填爆 好不好 也是可以填爆 那因為熊熊這邊的話 我覺得他手速度 是稍微比較快一點點 進攻的手段比較好一點點 好來了 五十萬滴血 裡面會藏什麼 我們看一下 來阿 之前我們用死以獸的原因 是因為死以獸可以一隻 獨戰 全場 我們看一下熊熊可不可以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熊熊可以欸 他一下真的太痛了 素嵐咧 沒辦法把他給打死 素嵐是不是就要掰了 因為之前比較少用熊 哇 比較少用熊的原因是因為 他好像很容易KB阿 好像很容易KB阿 然後因為熊的另外一個型態 就是抽筋姆特的貓吧 對不對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比較少用熊 我覺得熊熊真的要創位了欸 熊熊好強喔 哇 二十二萬的傷害的樣子 我剛剛看到 因為二十七萬的塔嘛 被打到剩五萬 太神啦 欸我們打完一張了 熊熊真的創位了喔 創位成功好不好 然後以後就不是 抽筋姆特的M的獅子獸之旅了 以後就是 抽筋姆特的M的熊熊之旅啦 AHAAAA